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 我们看到武汉肺炎引起的全球恐慌正在进一步加剧 我们先来看一看一和之隔的深圳 据香港南华早报以及星岛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内地人士在抓紧时间利用最后的期限到来之前冲关香港 那么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说 香港出台了一项规定 那就是在今天凌晨以后 如果再入境香港的话 所有人都要进行14天的强制隔离 那么很多人为了尽快的在这个期限之前到达香港 选择了今天早晨从深圳湾口岸入境 那么这个情况甚至紧急到了动用警力进行维持持续的这样一个程度 那我们看到香港已经有一名患者死亡 目前香港各界尤其是医护界要求尽快的封锁中国和香港 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所有的口岸这种呼声是很高的 香港医疗人员大罢工 他们引起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肺炎带来的这个危险 还在继续发酵 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竟然用这样的词来形容香港医疗人员大罢工 他说这样的行为是无耻的 但是旅法的香港侨民则反驳说封关绝对是有科学依据 而且刻不容缓的做法 请中国驻法大使尊重科学以及专家的建议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也是五号上午在记者交代会上 这个发表了这篇雷人的言论的 他说香港医疗人员罢工逼迫特区政府完全关闭 关闭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口岸 我认为这是无耻 那么而居法的港人团体发言人张小姐 他反驳说传染病学权威 袁国勇教授这是香港的魏教授 在过去两周不断向政府及公众发出重要信息 需要用一切方法阻止病人及潜在病患抵港 否则将会发生大规模的感染 最终后这个比例可能会高达140万人 封关绝对是有科学依据的 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做法 我们看到卢沙也的这个言论 仍然是和他的其他的这个卫教部的同事一样 反复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目前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根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和将来媒体 对他们进行调查性报道的由头 世界卫生组织至今没有收回 他们说国际旅行不需要中断 不需要受到影响这样一个言论 事实上国际旅行能不受到影响吗 是只有断然的采取措施 才能阻止这个肺炎的蔓延 我们看到俄罗斯日本菲律宾 很多国家都已经采取了措施 这里我们需要尤其提到 菲律宾和俄罗斯和日本 因为菲律宾已经出现了一例死亡案例 俄罗斯出现了两例确诊案例 但是他已经率先封闭了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边境 朝鲜更不用说了 在第一时间马上就封锁了和中国之间所有的口岸往来 我不知道这个卢大使为什么对朝鲜和俄罗斯没有用无耻这种词 而对香港同胞用了这么一个重的 也不符合事实的这个词 这个中国驻法大使和中国驻英大使 这几个人啊 李小明都是著名的雷人的大使 他在过去的国际事件当中也常常语出惊人 尤其是他在担任加拿大 驻加拿大的时候 他的言论遭到很多批评 当时香港反送中运动正在如火如火的进行 如沙也就号召西方国家说 你们绝不能支持暴乱分子 当时中国驻巴黎大使馆也在新闻稿里面 谴责欧洲对香港事件的声明 认为用的词也很可怕 叫罪恶的和非常危险的 并对欧洲声明中的虚伪 表示深切的不满和蔑视 这个时候全世界说实话都不能跟这帮外交人员 一般见识了 事实上这种在国际上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今天看到在今天我们的突发新闻 突发直播间里面 我们也播报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 那就是欧美的邮轮 海洋赞歌号今天早上六点在新泽西州的港口停靠 有几辆救护车和疾控中心的官员在那里等候 其中有四人被送往了当地的纽瓦克医院 其中两个人是用担架抬下来的 他们发烧咳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症状 当然到我们今天做节目时为止 27名中国乘客都接受了检测 其中四人发现有问题 当然纽约时邮报 New York Post 他报道说27个人里面 没人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除了这四名送到医院以外 其余23名没有任何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 在Caribbean海洋赞歌号 他们已经宣布 我们正在密切监视有关冠状病毒的发展 并在船上制定了严格的卫生规定 目前他们公布了一个新的要求 那就是持中国大陆 香港和澳门护照的乘客 不得登上该公司的任何邮轮 无论他们之前到过哪里 这是对中国大陆 香港和澳门的护照的乘客 那么如果是中国国籍的 任何国籍的乘客 如果离开中国不足15天 也不能登上该公司的邮轮 这个措施 恰恰是对中国驻法国的大使 这个卢大使的打脸 因为这样的措施会非常影响 这些邮轮生意的 因为中国游客 是他们主要的客人之一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因为邮轮这个场合 实在是特别适合病毒的流行 那么在前边的新闻里 我们也报道了 比如在日本的国际邮轮 竟然发现了检查的人数里边 将近三分之一 已经确认了感染上这种肺炎 这种传染率是极高的 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如果现在中共的外交官 以及其他的这些 比如说WHO 这些人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因为他们每一时每刻 这个时候还在用一些所谓的 虚伪的这种面子 正像这个驻法大使 这个卢说的 我们对他也只能用这个虚伪和无耻来形容 因为你们的现在这个态度 只会造成这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 更加快速的蔓延 给全世界带来不可估量的这个损失 后面我们会继续关注 全球范围内对这个病毒的反应 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大陆的官员 尤其是他们的外交官员 用这么重的词 就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致事实于不顾 我们看一下继湖北武汉之后 最近云南仍然在对传播疫情 有关信息的医务人员进行拘留 我们看到云南文家 文山两家医院 共5名医务人员 因为偷拍和散布疫情防控信息 被拘留10天 湖北一位叫钟祥的一个男子 因在微信群发表有关疫情言论 被拘留5天 青海也出现了同样的事件 据人民网的消息 2月6号云南文州 文山州人民医院文某 文山市人民医院刘某等 他们拍了一些照片 据他们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做出罚款和拘留的这种处罚 文山州公安局认定 这些人利用工作之变 失字拍摄患者并散布相关消息 通过微信转发 怎么怎么样违反了规定 我们看到行政处罚书里边 也说的非常清楚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大红的印章 也看到了鲜血淋淋的首院 那么 李文亮医生他死得不明不白 或者说死得特别的令人愤懑 他在透露这个疫情的时候 就已经被武汉方面 非法抓捕 可以说 那么当这个事情在全网 遭到网民的唾弃 和雨情汹涌的时候 湖北和云南竟然还这么干 甚至在北京组合法院 已经要求公安慎重处理 类似事件的时候 云南警方依然是我行我素 我们真的可以说 现在这个情况 难道中央要派去的督察组 他不知道吗 难道驻法国 驻美国的这些大使公使们 参战们 他们不知道吗 所以在这样一个 悍然利用公权力 利用警力 来对公民的发言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进行粗暴干涉 甚至不惜 对他们进行人身和肉体伤害 来达到他们这种 这种目的的情况下 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脸面 去在全世界据理力章 我们想到的只能是 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呼吁全民 我们一定要把 这个保证言论自由 这样一个呼声 喊到最高 想进千方百计 去传播这样一个信息 否则的话 这个就像何老板 在节目里说的 这次事件过后 等待中国人的 只会有更深重的灾难 绝对不能就事论事 否则的话 李文亮医生就白死了 那么我们看到 据青海警方的同报 他们青海也在抓人 青海也在抓人 截止日13日 他们共处置 负面言论信息884条 批评教育69人 行政拘留3人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这种行为 才只能用无耻来形容 就中国这些外交官 跟他们的记者一样 都已经可以说 泯灭了良知 泯灭了 甚至连一点这种发言的技巧都不讲 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 他们连高级黑都谈不上 只能是低级黑 这种情况下 丢人的 恰恰是他们 这也让我想起来 今天另外一个话题 我看到北美的华人里面 正在发起一个白宫的签名 他们在谴责 华尔街日报前几天 刊登了一篇 言论的文章 这篇文章里 他的题目就叫做 中国这次真的成了亚洲的病夫 那篇文章实际上写的很重 里面无非列举了 就是中国在这次疫情战斗当中的表现 仍然不够好 另外他也提醒了国际公司 你在全球进行供应链部署的时候 这显示了一个极大的风险 当然这篇文章也有一些特别独到之处 他就说中国的经济貌似强劲 贸似潜力非常大 但这种潜力 他用了一个词叫Brito 是十分脆弱的 一推就倒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次事件是给了全球 这个产业链布局这方面的人士和机构 提了一个很好的醒 就是说一定要考虑到这种风险 但还有另外一个观点 我也特别赞同 那就是2019年以来 全世界都充满了黑天鹅事件 但不只是2019 本世纪以来最明显的就是911事件 你说谁能想到几个恐怖分子会驾驶飞机 用这种方式攻击美国 在美国本体上造成几千人的死伤 那再就是美国本土上 川普这样一个人当选 也是黑天鹅 那么黑天鹅就像病毒一样 他就专简你意想不到的最薄的环节去攻破 当全世界都在为中国的和中国想用自己的模式挑战全球模式的时候 当中国想把自己的模式印证为这才是历史终结的时候 我们看到病毒 传染病 瘟疫就在中国发生了 这也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 那么黑天鹅事件将来还会怎么演进 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话不要说满 事不要做绝 中国模式也绝对不是很多左派及很多老粉红小粉红们 津津乐道的适用于全球的模式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大外宣的起手 中国日报 也惹下麻烦了 这个可以引用一句话 叫是该来的都会来的 这都是叫自己作的 我们看到啊 这个亚洲电台的啊 报道说 35名国会议员要求调查中国日报啊 说实话 在看这个报道之前啊 我都不知道 中国日报在美国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可见他们作的啊 有多狠 那这35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司法部啊 指控说 中国官方掌控的英文报纸 中国日报违反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没有诚实披露在美国媒体的广告采购 要求司法部立案调查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偏偏中国日报登上了这个头面 主要是他们冲的很猛 他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做法呢 比如说他们将自己有宣传目的的文章啊 包装成新闻 实际上是掏钱了 实际上是一种广告 他们加到啊 华丽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的这个里面 一同派发进入美国人的家中 当然这个时候华尔街邮报和华盛顿 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 做的也不敞亮 但这些资本家 见钱就认 当然了 他们还是有一点这个啊 要讲究姿态 不会做的特别的离谱 他们都会声明这是广告 但对很多啊打开这个报厢 一堆报纸来不及细看的人 是分辨不出来 这是广告还是新闻作品的 那么虽然这些啊 文章上都标明是广告 但这些议员们指控 中国日报没有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 披露财物与采购的金额细节 证据是华尔街邮报清楚的说 中国日报啊 在他们这买这样的文宣啊 已经有30年了 但是中国日报却没有向司法部申报 2012年以前 在美国的啊 财务运作情况 中国日报以及中国的CGTN 就是中国国际电视台 就是这个庄台的海外这个分部 都已经是官方啊 在按照美国司法部的要求 注册成为外国代理人的 这样一个官方机构 当然了 这些人竟然有时候也是意外弥彰 比如说专业电视台 就曾经在给他们 在他们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相关信息中 说我们不接受北京的指控 我们的边界 我们不接受北京的这个指导 我们边界啊 都是自主的啊 这些简直是 简直是撒谜天大谎 到了连可笑都 都令人觉得啼笑皆非的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层面 当然美国这个智库的有关研究员说啊 他们搞宣传在美国 其实并不是违法的 大家只是从专业上唾弃他们而已 他们可能涉嫌违法的就是他们如果是已经注册成了美国 在美国的叫外国利益代理人 他们就必须如实的阐述他们资金的来源 以及资金他的运作的情况 比如钱花在了哪 这些都应该是如实交代 但现在很可能他们就没这么做 说实话 中日报这个这样的媒体 China Daily 是垃圾中的垃圾 就像昨天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这个 这些参议员 中议员们给这个司法部写的信一样 说这种媒体啊 他简直就是共产党甩到全世界的这个擦脚步 又脏又臭又长 而且还蛮横硬给你塞 比如说啊 实际上我的很多朋友 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办公室就经常收到 中国日报的强行送来的报纸 我已经打电话跟刘夏都说了 不要再送 说实话 我们拿这个报纸去扔 都觉得费事 麻烦 他们仍然是如此的不知羞耻 没有脸皮 千方百计的给你塞 另外大家可以在旧金山 华盛顿 以及纽约 美国这些大城市的街头 特别是比较啊 这个人员密集的地方 比如说啊 这个啊 纽约的官三种 就是中央车站附近啊 都能看到他们的报箱 当然了 这些都是商业新闻 也不会真的有人去拿 那关键是他们的这套做法 简直是把中国所有的媒体人的脸 说实话都给丢尽了 这叫中央报的做法 叫典型的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同时我们也看到 中央报的相关的工作人员 对他们和中国官方的关系 那也是啊 丝毫不掩饰 丝毫不掩饰 我们看到一些照片 啊 他们在西岸的工作人员啊 也是带了自己的老板 第一件事情 就是参拜当地的这个 使领馆 哎这些媒体做的都是欲盖弥彰啊 做的都是啊 张嘴就撒谎的活 这个报纸说实话 我都没工夫看啊 看几个字就等于是脏自己的眼睛 但前段时间 偶尔扫到了一眼 看到一个评论 目的说是什么呢 是在中国啊 这国有企业啊 他们受到的呃 这个支持啊 和私营企业是一样的 所以在中国不存在国家啊 刻意的支持国有企业 这样一个问题 这他们简直是呃 可以说是不要脸至极啊 不要脸至极 另外在整个香港反送中的事件当中 他们把目光把焦点都盯准了啊 街上的那些啊暴力事件 而且把这个就给香港的运动贴上了暴徒的这个标签 他们甚至造谣说啊 香港的抗议者使用了美式榴弹炮 哈哈 大家听着听着是不是很搞笑 他是这个中文一报说他们使用了美式榴弹炮 说实话 真使用了美式榴弹炮 还用你们这种垃圾媒体来报道吗 啊 这个中联办不早就把这个事炒作成天然了啊 这个大公报 还有你们的这个文汇报 不早就把这种底细都都都这个都清楚了 可见他们造谣连一点品质都没有 完全不顾忌啊受众的感受 所以我们完全赞同美国有关方面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措施啊 就把这种垃圾媒体和垃圾媒体人啊 赶出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土地 因为他们确实涉嫌违法 他们也是媒体人里边的垃圾 我们也奉劝我们的观众朋友 面对这样的媒体人上这样的媒体啊 我们第一可以做到的是不看 不聊 另外就碰到这样这样的媒体 这个供职的人员 送去我们的不屑和白眼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的中国 我们会随时关注世界各地最新的建展 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同时我们这个节目啊是从明镜新闻台迁移到了突发新闻台 啊 在突发新闻台除了这个节目以外 我也做一档叫啊 突发直播间啊 欢迎大家啊 订阅 另外呢 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啊 您可以重新点一下啊 这个右下角的这个订阅按钮 因为您可能是从别的频道啊 看到了这个节目的宣传 节目的这个朋友才才那个连接到YouTube来的 您要点一下订阅才能够啊 定期的啊 准确误误的收到我们节目的信息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